一早市場積滿來採買的民眾 人手一大袋 甚至還有婆媽推車手上全擠爆 就是因為經過兩天颱風假後 終於可以安心出門 不過菜價卻讓民眾荷包很疼 民眾抱怨聲連連 因為連日的狂風暴雨 讓中南部農作物災損嚴重 導致價格飆漲 上市空心菜 一公斤從颱風前的三十八元 漲到約六十二元 漲幅超過六成 而小白菜也從三十九塊 漲到五十九塊 很驚人 就連青江菜 絲瓜 還有番茄全都漲了一波 預估的話可能要三個禮拜以後 才會比較穩定一點 老闆直言得要至少兩週以上 餐價才能逐漸回穩 陳志手劉鳳慈 台北報導